大家好,我是凱真 第一次參與真的很開心 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大家好,我是掉尾巴茶米 尖叫 茶米,我龍爺,然後那個梨子 我龍爺,然後那個梨子 我龍爺的 小魚吧 我們這次選擇在台中港北堤 選擇是一個深場基調 那這邊的場地深度 有到三隻桿子深,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最後段了 場地的釣法會跟 可能會跟以往的北部跟南部的釣法 比較特別,比較不一樣 今天來幫各位 講解這個釣場的一個釣法 我今天主要的是 會教你們用這個 好,長標 深場,釣成長標 有時候,我們要怎麼去釣釣場 在長標的部分的話 竿子的使用 1.2-5號的基釣竿 其實三大以上已經算是大物竿了啦 然後這些竿子的話 一樣,我們在每個釣場都可以用 只是說,你現在設定的魚種 你會去選擇你的竿子耗素 那,在母線的部分 會有尼龍線跟PE線 那捲線器的部分的話 SIMALO最小顆到1700鞋 然後最大顆 不管是萊瓦 還是XIMALO的話 在這個地方我們都拿到5000而已 XIMALO5000 或是萊瓦的4000鞋 那,我們在做釣的浮標上面的話 就是這幾隻的選擇 教你們怎麼樣去選擇浮標 再怎麼樣去釣那個深場 那其他的一些釣竹 好比說,轉彎鉛的使用 跟紫鉛的使用的話 鉛的話 因為在地的湯還有釣到 一兩半 這個股標要承載一兩半 應該你們都沒用過 但是我們在市售的時候 只有到市前 所以說我們今天會以市前的做調 那,紫鉛的部分的話 我今天如果是設定底漆類的話 我可能紫鉛會放大 那如果說我在中層的話 因為它的磚場的時候 就是好比說我現在磚的是 一些下坡磚的城鄉洞 所以說它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可以去鑽的話 我們現在的紫鉛號碼可以放小一點 因為它的柔軟度跟魚的一些警戒性 會比較沒有那麼大 這是自重的 自重標 它本身重量大約有四到五千 然後而且它吃重它的承載 它承載還可以承載到四千 好 那,這種的 它是一個直立型的 整個標準是直立的 但是它是一個抿度的 抿度的標 它沒有桿度 所以抿度跟桿度有差 它只有抿 它沒有桿 好 那,這個也是遠拋型的 這種型的話 我們可能在港內的話 會比較好用 因為它比較沒有什麼大浪 它算是蠻穩定的 如果說我今天配到這個的話 它是算蠻穩定的 一個支標 所以說這個比較屬於平浪的時候再用 大度的一個切身 那,這支標的話 它的殘存浮力很大 雨在搖口的時候它迅到很大 而且變成說 它有桿 也有泵 所謂的桿跟泵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說 一支標怎麼去分它的桿跟泵 那再來就是 我們最主要有一個抗浪標 那這支為什麼要抗浪 它的渡身有做凹槽 這邊會把消浪 浪的力量過來的時候 切切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殘存浮力 這邊有一個殘存浮力 所以說它比較抗浪 然後再抗浪性的話 這一支跟這一支會比較OK 所以說你在風大的時候 或是流比較大的時候 你需要去抗那個浪頭的時候 你要去選擇這兩支標 再來就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原廠 等一下會告訴你說 怎麼去使用這些標 我拋出去 我這裡是 好比說三十 二十 那這邊是十米 等於是一支桿 等距離的時候 那我這支掉左 我的浪標拋出去之後 直接到三米 對不對 那我要讓它怎麼樣定在這邊 第一個 你用了自動標 你拋到那裡的時候 它只是定位 站在那裡給你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我的第一個動作 我會去放線 而不是倒住 為什麼要放線 你的線出去的時候 它是成斜的 斜線進來 但是 我們的標上面有 轉環 轉環 別增轉環 對不對 但是它經過摩擦的時候 它不是說我拋到這裡 它經過摩擦的時候 它會往我跑 你如果 放得太慢的話 你的牽不管多重 它就直接往下 但是你的標會直接往下 我丟了三十米 結果我的浪標 你不要停在十米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放太多線給它 它的線被你的 好比說我的線的摩擦力 給壓進來 所以說你拋了那麼遠 結果你不要 掉棚到了之後 你不要剛好站在二十米的位置 沒有到達你要了一個距離 那如果說我今天拋出去了 我到一個三十米的位置的時候 我拋出去的第一時間 我先把線拉直 然後開始放線 為什麼 它定在那裡 它現在跑 你不要讓你的浪標往後跑的時候 你就要試著給線 給線的時候 不能繃太緊 要一直給 給到你的 煞車那個棉步檔 你看到你棉步檔撞到它的時候 自動步標它有一個特性 它到定位時候 它會這樣子 它到了定位之後 因為底下線有重量嘛 然後它已經站好在那裡等你了 你就一直給線一直給線一直給線 給到你的線檔到位的時候 它會呈現一個動作 它會告訴你 掉棚到了 這個時候就是你準備就是一個 心理準備說我已經開始在做掉了 我要的掉棚到了 我要的距離到了 那如果說相對的 這是有自動的 然後相對如果說這種沒自動的 很簡單 這種東西 它有比較特別啦 它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就是拋出去之後 我要我的距離的時候 我會跟我這支標一樣 我一直給線 我要我的距離 我要我標站的位置的距離的時候 我會一直給線 一個是給線 一個是煞車 零線 不給線 在什麼時候給線 我遠拋生長的時候 一定要給線 我已經出去了 對不對 那我要讓它站在這邊的時候 這是沒有重量的喔 它是沒有自動的喔 它是在一個沒有自動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你的部檔會在後面跑 你先給線 給到最後的時候 它擋到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我的標會被拖著走 拖著走的時候 你不要去把他線停下來 因為他停下來 他可能就壓進來了 一樣要跟有自動的標一樣 你會看到你的線 跟你的標 跟你的線擋 到達說你拋出去的時候 你整個其實它沒有自動的 你的牽的掉阻的部分的話 它會直接往前跑 它會在後面 它不會跟著跑 它騰空會被在半空中 但是你的煞車擋到它的時候 它就跟著出去了 出去了過程當中 你要到你的距離的時候 你就是給線 它會這樣子被你的線擋的部分 你整個深度距離就出去了 它被線擋整個帶出去 拖出去 拖到你要的部分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煞一點車 那如果你不給它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 一樣會被壓進來 因為轉環的摩擦 會使你的標 從你要的距離 結果壓進來5到10米 線的部分會從這樣子角度壓進來 壓進來 你的掉子就進來了 然後我要讓它停在那裡的時候 我就要給線 給到 它已經慢慢的這樣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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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垂直的時候 你的標就站在你的位置 再來 這種標還有一個停法 現在我的做釣範範圍在10米 但是我拋到20米 然後這種場的話 我如果說我現在外面的場 兩隻甘子圓三隻甘子圓的時候 它的深度是三隻甘子圓 三隻甘子圓 就等於是15米 我要怎麼去把我的 釣主控制在10米的位置 我要釣這個位置 我要把我的釣主釣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深度 那我要怎麼去控制它 我拋到30米來了 我要回來這裡 怎麼回來 來 教你們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整個線 你可以用力拋出去 沒關係 你會看到你的線檔 那這種場的線檔的話 通常你的明明線 不是留0.5 留0.3的 要留到1公分 留到1公分 為什麼 你出去的時候 你很明顯看到你線檔已經出去了 但是這個時候 是用什麼去設定你的位置 用線檔 用線檔 我整個拋出去之後 我的線檔在下面跑 我整個拋出去的時候 我線檔這樣跑 那 在跑的過程當中 線檔 它會在空中跑 但是 你的竿子往下的時候 你的線是垂這樣 但是我的線檔它從這裡開始跑 從這裡開始跑 我跑到這裡的時候 我把整個釣主煞車 不給線了 我煞車 我的線檔擋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它在進來 它的浮標在這邊 你的浮標會在這裡 特別說 我現在牽出去了 牽在這裡 然後你的浮標在這邊的時候 你的線檔壓在這裡 就是你要的位置 這是你要的位置 然後你線檔壓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你有目視鏡看到你的線檔在哪裡 你先壓住 等它整個一個鐘擺下來 等你這些線 直接鐘擺往下 往下 往下 它到這裡 它不會進去 因為你把 它要往回推的這一段距離 你已經給它了 我們的浮標會 抓到它去 距離 你可以給它 所以說 你就看你的線檔 你要擋在10米 20米的位置 你可以直接擋沒關係 因為你的浮標已經超出去了 超過你要的距離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擋 那如果說 我現在是遠拋到極限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要給線的 這個時候要停線 我停下來 它會壓進來 我給線它會出去 一定出去 一定出去 一定出去到你要的位置 這一個 生產主要的一個釣阻 你在落下的時候 要怎麼去 做一個停線跟放線 跟浮標選擇 所謂敏度 它要丟錯的話 咬口很小的 它很明顯 我今天把標調到這裡 我今天釣錯度 它很敏感 很敏感 很敏感 但是 以這樣支標來算的話 如果說 它是空心尾的話 它的咬口 它咬口反應會比較大 為什麼會比較大 為什麼會比較大 因為它 會有一個 感覺 讓你看著說 欸 我的家具有在燈檔 不是沒有在燈檔 來 老闆說 它是空心尾 大家也都知道 它這個空心尾裡面有什麼 空氣 那殘存浮力會不會加大 會吧 會吧 那它這個是死心尾 它有沒有空氣 沒有 那我們 如果說這兩支標 我在同時一個咬口的時候 我兩支標下去的時候 哪一支會先回來 空氣 這支一定會先回來 這支慢慢的上來 你會發現說 奇怪 到底有沒有咬 那 空心尾的 它有感度 所謂感度就是 你第一時間你會看到 欸 在咬 然後 它沒有感度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下去 它的殘存浮力太小 它會很緩慢的上來 你會覺得它是咬腳嗎 它在咬的 有時候還分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殘存浮力 不高大 它反應上來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沒有一個空心尾的速度那麼快 所以說 最有感 最有抿 最有抿 這樣浮標選擇知道了嗎 選擇的耳料是 滿點的爆金弩 這包耳料的特性 其實你們會想不到 它有上中下層的 一些原物藥 等於說你在拋耳做掉的時候 你在打耳的時候 它就成一條耳線 然後裡面有很多穀物 穀物的話 它比重比較重 它往下層 那裡面 好比說我裡面如果有麵包粉的話 它比較輕 它可能會再上層 那可能有一些粉類的話 它可能會中層 所以說這包耳料的特性是 它會扯圍在上中下 它是一個三個用層的一個耳料 店長 像這個粉跟蝦磚是幾比幾啊 原則上是要蝦子兩磚粉一爆 那像這樣子的話 以這個桶的話要撈幾桶水 算 這很高 兩桶 兩桶 這次比較像是那個什麼燕麥粥的感覺 沒有 這是我的裝飾 好食 這樣可以的 可以的 欸 這味道好像有點複雜 對 我覺得這個沒有上次的好味 上次的感覺 瞎鬆 這個是生長 必須要先測水生 這個自己DIY就可以了 OK 橡皮筋DIY 然後再勾上去 然後拉上來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測水生了 這次來這邊是要 主要是針對 黑鳥 黑鳥 吃辣 跟石斑這一類的 底氣的魚種 釣底層的 釣脫的 比較為主 這樣子 待會連碗水生的時候 我們還要再抓個半群 讓那個釣竹是脫在底下 喔 對對對 下去了 我剛剛現在是以四血的深度 那現在部檔擋下去了 我們要再繼續調升 喔 就是調到看得到部檔在上面 對對對 部檔有沒有看到 嗯 對對對看到 還在上面 下去了 喔 欸好深喔 那待會再給他扮幾個鞋 那這樣就可以開始做掉 嗯 那待會你們就是 勾 我是建議帶有勾乳 有些人要釣 釣乳的時候 他們會這樣子 我先勾一次 嗯 他們釣 釣烏溜他們會這樣子勾 嗯 這樣子勾法 喔 這樣子勾法 嗯嗯嗯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給他吃的時候 會碰到這個東西 嗯 它會吐掉 好 從這邊 勾進去 那你再繞出來 哦 哦 這樣 看得出來 嗯嗯嗯嗯 這樣它吸的時候 它不會碰到鉤子 嗯嗯嗯嗯 它打也會很好打 有了有了 中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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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